我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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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時廚房內忙著製作習時便當 兩個主菜加上三樣配菜 豐盛的菜色逐一打包裝袋 要送給有需要的弱勢民眾 國際輔輪社成立 習時台灣行動協會 與台北市小英之友會合作 發起寒冬送溫暖公益活動 送暖弱勢民眾 針對台北市大同區 250位的弱勢民眾 自身公益物資 主要就是說 還是要結合 像這種有愛心的 來做 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就是環保兼顧愛心 這是我想是 松松意義這樣 聽笑習文 聽笑台灣 然後把這個要 可能要 被當會的一些食材 把它做一個 愛心的便當 送給我們的 我們的弱勢的 一些長者 關懷弱勢 包括了台北市 小英之友會總會長 陳茂仁 立委羅智政 小英之友會 顧問團總團長 王光祥等人 出席公益記者會 年關將近之際 小英之友會 加上 習時協會 號召力 行動力 和組織力 全力發揮 準備了熱騰騰的便當 並加碼 600元的 紅包和福袋 其中 紅包袋 環保再利用 背後寫著 蔡英文 和陳建仁統克之樣 我們主要是來幫助一些 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總統非常的有愛心 他希望我們把這些愛心 能夠散佈到前 台灣的所有的角落 這是我覺得說 我們小英之友會 很重要的一個 其實便當以環保 其實便當以環保 更多人 從去年成立後 先是為醫護人員送餐 三個月內 送出2萬個便當 再接著送餐獨老 這份持續不斷 以實時環保 為善心意舉 最為小英之友會肯定 並強調 小英之友會 不是政治團體 而是公益團體 將會不斷地持續做公益 把愛 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記者林立如 新北報導